HELLO 聊四季 天原劉克星 大家好 我是LEO 繼續跳來看伯伯仁對上薩拉聖人 這雙比賽是天氣的阿拉伯地圖 來看一下我們方式選擇了伯伯仁 伯伯仁最大的特色呢 是他的駱駝單位會有回血能力 但是這個需要點下他的精冠技術 但是他到了城堡時代 有這個85折的這個馬舊單位的減免 所以城堡時代出馬 是一個很划算的選擇 到了帝龍時代則是有8折 伯伯仁的後期呢 主要是打這個弱公為主 弱公、佩奇士、弱馬 這都是非常適合伯伯仁的 那伯伯仁比較有特別的能力 是他的村民移動速度是特別快的 一開始就有這個加成 我記得黑暗時代是5% 到了封建時代則是10% 那這邊可以看到0.8跟0.84 大概差了0.04而已 那伯伯仁這個能力呢 讓他帶到了後期 這個經濟效果會高於其他的文明 因為他這個能力可以讓他村民移動速度更快 更快的到資源點 村民在伯伯中的這個移動時間 也會縮短的非常短的距離 所以伯伯仁的經濟來說其實還蠻不錯的 好接下來看一下薩拉斯人 那薩拉斯人的話他是一個沒有經濟加成的文明 但是他的市集很便宜 而且交易的手續費也有一些優惠 所以買賣來說 薩拉斯人來說是比較省一點 那薩拉斯人的後期呢 主要是打這個弓兵路線 還有這個馬弓駱駝 還有菜刀 都是蠻適合薩拉斯人的路線 那薩拉斯人的比較特色的地方 是他的破兵 這個不攻兵 打劍珠屋死 會有這個額外傷害 在風天時代破牆而入的情況 是非常好用的 這也是對方如果 薩拉斯人打攻兵 對手也要特別注意的 對方破門很快 一定要保持在一定的 這個毛兵 或是攻兵在家裡防守 才有可能守得下來這一波的薩拉斯進攻 這個算是比較虐菜的一個打法 就是薩拉斯 薩拉斯雙射箭場 直接射爆對手 這個是 這是我以前的教學 當然很多人直接傷倒了1300分 我發現很多人沒辦法扛住這一招 薩拉斯雙射箭場 小弓破門超高速 那當然這招只能對付新手 比較高分場就看不太到這一招了 好 稍微加速一下 那薩拉斯的黃金在左邊 那果池在上方 這個距離來說 果池算蠻好的 但黃金在前面其實很難受 前期來說 薩拉斯人應該會過得不錯 那暗幕區看起來也是有三片 其實還好 算勉強的60分合格 因為他兩塊附近也在後面的關係 還有這個石頭 所以我覺得還算是有合格 雖然看起來這邊很難為 是超級難為那種 那如果要小微的話 稍微這樣子圍一下 好圍一下 圍過來 這邊圍下來 就差不多了 用這個成人中心聯防 那只要是看到薄薄這邊 薄薄這邊是金礦在上方 果池在後面 石頭在下方 兩塊附近在野外 哇這個就有點慘了 而且木齊都離得比較遠一點 嚴格來說是沒有合格的 大概三四十分而已 那四十分的原因是因為 後面還有兩片木區 果子跟黃金也是被圍在裡面 如果是這樣子圍的話 但這邊來說就很難圍了 他還是要花費大量的木頭 去防守遮命的部分 所以這張圖對於薄薄人來說 是不太友善的 好兩邊準備升到封建時代 殺了三分釘 這也是補下了一個軍營 黃金的部分還沒有開始開採 所以目前判定 是有可能打肉馬開局 好這裡要再補個一村 過來蓋一下軍營 加速一下 這邊的 馬就 蓋好時間 唉唷這邊撞TC 沙拉聖人這邊開始出肉馬 波波人這裡也是肉馬開局 哇你看這邊正面要圍很久 這段時間他都不能出門了 等一下要浪費一村在這邊慢慢蓋 唉 太傷阿這張地圖 好但也沒有辦法 這個地圖插手 就只能打手勢 好沙拉聖這邊三隻刺猴 直接衝到了沙拉聖家裡 直接爆打一波 這隻村可能會死 收掉了一村 一拿掉一村還不錯 好這一村可能也會死嗎 想要再一拿 但是沒有成功 損失了兩隻刺猴 好現在伯伯人這邊有赤猴上的數量優勢了 好這隻赤猴想要再過來 偷敲村民 大概現在村民互打應該是可以打得贏 OK收掉 四隻赤猴跑到了沙拉聖家裡 沙拉聖人這邊是沒有選擇大偉 是只有維之源點的做法 好這邊直接滴掉 蓋兩棟房子 總圍好了下面的部分 好結果四隻赤猴被戳掉了一隻 兩邊赤猴都沒有做到太多事情 反而是沙拉聖人這邊拿到了兩村的沙底樹 好這裡又有一隻赤猴走進去 想打殘血的 收村 好五更多農田 沙拉聖人這邊直接點下了品種 跟城堡時代升級 好吃後兩邊赤猴打 這一隻可能要被收掉了 應該是出不去了 好一城堡城堡時代的沙拉聖人 先看一下自己的移動產生東西 欸 他是有賣一百石頭的樣子喔 高速買賬 在他巷只能開一棟產生東西 石頭歸零 好 那一道城堡時代的沙拉聖人 打的是駱駝開酒 那沙拉聖人的駱駝 也是遊戲裡面血量最多駱駝 可以高達一百七十滴血 血量非常十足 那博物人這邊則是 開下自己的城鎮中心 三TC開農 右邊這邊有稍微微一下 哇 這邊差點被打出一個洞來 這個洞被打掉的話會很傷啊 好 那目前波波人這邊是轉出駱駝 稍微去擋一下 在上方這裡沒有想要直接去硬打 好 這邊波波人直接3TC開農 好 也不管你 我的僧侶來擋就好了 好 這邊打得很好 沒有用自己的這邊部隊去阻止對手 哇 結果被遛了進來 尷尬了 這麼多騎士被遛進來 這裡要被迫防守了 但是家裡還有更多的勝率走過來 這個烏魯魯沒有開始烏魯魯 手術不夠 太忙了 好 哇靠 直接被招走了四隻 騎兵啊 這一波薩拉斯人感覺蠻賺的喔 雖然看起來他虧了喔 當然他這一波有騷擾到 伯伯人 而且自己3TC開農 喔 4TC也出來了 直接打一個最農 好 但是家裡現在完全沒兵 伯伯人這時候把這一波大軍派過去 他要怎麼防守呢 為什麼不走 為什麼不走 看他慢慢走 這邊是想要生到輕奇病再出去嗎 好 伯伯人 就去出駱駝在這個高低防守 第4TC開始運轉 好 這邊點一下輕奇病的升級 駱駝可能會被招走 哇 我要兩隻駱駝會被招了 現在薩拉斯人家裡有點危險 這裡要補更多的馬舊 4馬舊 好 出駱駝 這裡可能要稍微斷村 不然壓力上會直接被打爆 好 新交大隊 4隻僧侶 高低防守 但遲遲不上 好 這裡決定補一棟城堡 想要來把伯伯人給趕跑 好 這波大戰一發不可避免 一觸即發 這邊蓋城堡村民還在繼續蓋 但是駱駝跟輕奇病沒有想要讓繼續蓋的意思 這邊用了非常多的勝率直接應招 招掉了非常多的駱駝 哇 這邊想要也來蓋寶 好結果這邊有點被薩拉斯人的駱駝給打了回去 天生血量駱駝優勢 130滴血對上110滴血的駱駝 看來是扛不住正面 這一波伯伯人大傷 原本以為薩拉斯人這邊會被打回去 結果直接被壓了回來 這根城堡蓋的蠻關鍵 趕快立刻蓋下去 薩拉斯人在前線則是蓋了一棟城堡 如果我是薩拉斯人的話 現在應該是要把一棟城堡蓋在後方的位置 這裡移動 正面移動 會比較好一點吧 待會這邊的區域用路頭防守 跟僧侶就可以了 主要是因為後面的防守範圍太廣 但是這邊是沒有打算要把城堡放在自己家裡 而是把城堡往外擴 外擴城堡 薩拉斯人這一波也沒有想要用這個洛楚 繼續裡面農田燒了 稍微加速一下 看一下兩邊會怎麼打後期 這時候薩拉斯人點下了銀罐 狂熱技術 可以增加駱駝20d血量 還有跑速科技也點了 二級馬凱 第一級馬凱 現在才要補 OK 點下去之後 血量150d血 對上120 哇 直接多對方30d血 伯伯仁你敢打嗎 是我的話我不敢打 好 那伯伯仁這邊轉出了弱弓 這邊薩拉斯人的駱駝數量非常龐大 23隻還在繼續出 但是這時候已經偷偷點下了帝王時代 然後我們都點了 好 伯伯仁這邊轉出了三棟城堡 這棟城堡蓋得更遠 三城堡出弱弓 但是薩拉斯人如果濾到對方出弱弓的情況下 其實不太好打欸 講實在的 通常自己只能出不弓跟對方互射 出菜刀的話效益沒那麼好 因為菜刀打駱駝不會有外增傷 但是駱駝打菜刀會有外增傷 所以 這有點要看兩邊的控兵了 或許就是直接駱駝打到底也可以喔 畢竟弱弓也蠻怕駱駝的傷害的 好 前提是要打得到才行 好 這邊三巨頭開拆 這邊稍微秀一下城堡 薩拉斯人這邊等重裝弱弗 還有三防一毫準備要來上前進攻 兩邊等一個timing 波波人這邊已經點下了 魔子環跟彈道學 三級射已經補好了 怕血優 哇 精銳弱弓也在升級當中 這裡要直接硬上了吧 好 但是薩拉斯人這邊也是有三台巨頭在反擊當中 但是下方這邊有偷蓋的東西耶 蓋一些防止 好啦 結果城堡這邊也是被打掉 這邊的駱駝想要硬上了嗎 攻擊力還沒升上去喔 但是有防禦力 好 這邊看一下 五三隻的駱駝 對上二十七隻的駱駝 加十七隻的駱駝 後面想要來直接一個硬包操 拉了一個小隊到後方繼續輸出 正面包夾起來 駱駝在中間無情輸出 但是正面的駱駝部隊已經被打倒喔 駱駝的部分可能要先撤退了 不然會被駱駝直接貼著打 可能會損失大量駱駝 可能就沒法反擊回去了 這邊距離投擲機可能要捨棄掉 後面距離投擲機也在反擊當中 第一時間把所有的駱駝收到城堡裡面 但是駱駝還是繼續輸出當中 OK 這一波大戰看起來駱駝極限守住 駱駝這邊要撤退了 哇靠 這一波包夾戰打得很漂亮 好 到地駱駝繼續輸出 稍微拉打一下 哇 結果這邊前面抖洞 繼續攻城城堡 但是自己的 所有的巨型頭實機已經損失掉了 好 這裡城堡也決定不修 這裡補下了槍柄的升級 好 稍微拉打 洛攻現在數量很多 36隻的洛攻 但是正面硬扛洞駝可能還是會打輸 再稍微拉打一下會比較好 哇 這邊回來還是入侵到農田地區了 還是扛住了 這邊用了一個宅客 洛攻速 洛攻速讓下降到了30隻 30隻的洛攻 薩拉算人這邊則是 點下了43隻 哇 這個洛騷數量有點猛 41隻了 你們是想要來一個什麼 60大隊嗎 好 再次巨型頭實力沒有呆慢 繼續進攻 哇 拆建築物速度好快啊 好 薩拉算人這邊轉出一些輕騎兵 用意可能是要到後方騷擾用的 薩拉算人這裡並沒有想要轉 戰矛兵嗎 沒有轉戰矛 槍兵也能打 弱攻也能打 好 前期兵果然是到後方騷擾用的單位 這邊部隊就去用駱駝 去硬打 但是槍兵有點 扛不太住 好 前期兵果然是差不多 但是他現在又變成滿人口 哇靠 這個點下的是精銳菜刀的升級 阿拉伯奴隸兵 好 那伯伯仁這邊也是點下大肉馬的升級 開始要來反擊一下 這邊肉馬的騷擾 好 轟兵的鎧甲也補下 精銳弱攻 攻擊力是12攻 傷害非常高 這邊部分 薩拉伯仁可能還是要轉點攻兵單位 或是直接出菜刀 這邊運打 菜刀打槍兵其實效果還可以 並沒有到太差 但是被槍兵戳到還是會很痛 所以用菜刀打槍兵的時候 還是需要拉打一下 所以我就很考驗薩拉伯仁這邊操作了 好 這裡補下了三攻 好 這裡補下了三攻 還要再次進攻 好 這邊我再次進攻 好 這裡補下了三攻 好 這裡補下了三攻 好 這裡補下了三攻 還好 薄薄人這邊二攻 馬上補下 三攻也補了 好 菜刀出來 上面駱駝站上了高地 這裡有一波機會可以反打嗎 看一下這一波兩邊的血量交換 正面槍兵扛住了高地 但是有點扛太住 後面菜刀傷害直接補了過來 殺散努力兵 加上駱駝的搭配 效果會是如何呢 正面直接貼了上來 數量非常多 菜刀努力了在後面攻擊當中 駱駝繼續往後拉 全部落攻 數量被削減到只剩20隻 哇 正面部隊 居然使用駱駝配上菜刀圖為成功啊 哇 大撒幣兵種 配上駱駝 侵襲兵 做出了一番傷害 哇 薄薄人這邊被壓了回去 阿拉伯奴隸兵 還是有點猛的 阿拉伯奴隸兵 好 正面這棟城堡喔 繼續拆除 只要把薄薄人的城堡給拆掉 基本上就十拿九穩了 好 這邊還可以到了高低再架起來 現在要來個高打低 因為這建在平面阿 哇 高打低 城堡就是痛 血量爆噴 好 正面弱弓也是出來回救 弱馬跟菜刀也是無情防守 巨星頭司機即將拆掉 是一棟城堡 搞定 火力兵在後方還是無限輸出當中 後面弱弓也是 兩邊的遠程單位都在努力開打 哇 拆刀打 槍兵還是挺有傷害的 但是被摸到還是很痛喔 有沒有 哇 被摸個四下就要蒸發了 好痛 好 稍微拉扯 兩邊經濟來到最緊繃 但是現在城堡只剩下一棟的薄薄人 還能再繼續出肉弓反擊嗎 肉弓這邊數量一下降 就沒機會再反打回去了 哇 後面巨星頭司機被反殺了回去 肉弓的數量來到了 只剩下七隻 大量努力兵直接海淹了過來 這場弱弓包圍戰 努力兵打得非常精彩 啊 後方的三巨頭 要被肉馬給拆掉 但是薄薄人這時候打出了GG 哇 正面這一波菜刀打得很精彩 直接一路殺過來 滿山滿谷的屍體啊 這一波薄薄人的駱駝前鴨 配上後續的輕騎兵的他配 確實打出了一番薄薄人的威力 這個菜刀後期的殺傷力有斬戒出來 伯伯仁這邊槍兵部隊 反而是被菜寶給丟爛了 雖然自己的駱駝也是扛了非常多的槍兵傷害 但最終還是被戳光了 還是要轉這些肉馬出來擋 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由伯伯仁這邊拿下了木頭的勝利 畢竟出落宮是需要木頭的 那薩拉聖人則是 薩拉聖人則是有肉量獲勝 還有黃金的獲勝 石頭也是 看起來這兩邊的一個經濟打法 兩邊都是差不多的 但最終後面還是要看一下兩邊的控兵 才知道誰勝誰負 不然其實伯伯仁的控兵來說 如果他用操作來說 是可以換掉這些奴隸兵的 還有陣力這些的大量駱駝 但伯伯仁這邊控兵後期沒有控得很好 尤其是中間這一波吧 中間這一波高地突圍的時候 損失了大量落宮 到了後期這邊就有點 潰不成軍 導致弱駝的影響力變得很小 那弱駝薩拉聖人這邊 就可以直接正面凝壓過去 就沒有什麼太大問題了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